可爱又稀有的石蟹蒙是台湾浅山溪流环境的指标生物 被列为三级保育类动物 4月初清明廉价过后 却因不明原因出现在台中科博馆的植物园园区内 引发一阵骚动 它栖息了三个星期后 在野生动物保育学会的专业协助下 终于顺利回归大自然 一身灰棕色的毛 圆滚滚的小眼睛一脸呆萌样 它叫石蟹蒙 被列为珍贵稀有的野生动物 平时栖息于溪流附近及森林中 清明廉价后却突然现身在台中科博馆的植物园区内 经过鉴定发现它是石蟹蒙的时候相当惊讶 因为这个是一个印象中 它就是一个纯粹的野生动物 顶多它会到郊区的农田活动而已 但是我们没有料到 它会在这个车水马龙的市中心里面出现 石蟹蒙待在植物园区内栖息觅食 研究员表示在长达三周的观察后发现 这只石蟹蒙个性相当温馴 不排除是民众饲养而放生 这只石蟹蒙无论是体型和毛的颜色都非常健康 在台中市政府委托野生动物保育学会的专业协助下 最终让这位体重约两公斤的娇客回归自然环境